灿树台风在11号晚间清洗花莲 树林乡位处浅室溪流及土石流的区域 公所提供11个收容站 共1329名村民前来避难 树林乡公所社会客也准备了物资和睡袋 同时也有电视还有冷气可以使用 希望村民前来避难的时候能够住的舒适安全 来到水源村沙布档系可以看到溪水相当的湍急 经过11号晚上和12号清晨 灿树台风带来相当大的雨量 来到西美居西也是相当主持的景象 由于西门湘位处于中央山脉 有许多浅室溪流在9个村内 由于这个地方也是土石流区域 为了让村民们能够有避难的场所 新闻湘公所也开设了11个收容站 虽然参数台风台风来袭 嘉宾村站游环境表示 雨时情况相当好 风也不会很大 而嘉宾村民们在收容中心 大家可以说是睡得相当的安稳 昨天晚上我们遇到湘公所的 还有县政府的指示 我们就疏散村民 紧急疏散 强制疏散 从那个山广那边 还有那个第一半那边 疏散到我们这个小金门的地方 那一路上都还好啦 当然村民他有了不愿意撤离 我们就要请他签那个同意书 还有我们的书站的宣导 虽然风雨昨天是不怎么大 一路上都还能够顺利 我们嘉宾的村民也是蛮配合的 我们收容所有六位 六位村民在那边 新闻湘所开设的收容站提供相当方便的生活环境 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台风夜 这边有很多的食物 帮村民准备食物 泡面 罐头 还有水 还有卫生纸 这边还有米跟面 可以煮面给大家吃 其他设备还有那个榻榻米的毯子 也是帮村民准备 另外还有那个睡袋 睡袋帮村民准备 让村民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也感谢学校给我们准备冷气 有电就可以用冷气的 这样村民比较舒服 不会太照热 所以让我们这一个很好的舒适的环境 又安全的地方 让我们村民能够避难 所以这个也感谢 相公主和学校的帮忙 让我们村民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安心在这边休息 等台湾过后 我们再回去 休闻箱公主表示 休闻箱面积可以说是相当大 村民大部分都居住在溪流溪旁边 公所二十几年前就开始规划设置收容站 无法就是要保障村民们的生命才能安全 11号撤离当中 村民们相当的配合 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的台风天 记得喜欢小学们的老 请松仁 请松仁 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